今天白天氣氛回升 各地感受上都是溫暖舒適 不過從明天開始要變天了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北部還有東北部的地區會先轉涼 電鈴來看到的是電量降雨圖 尤其是在影封面地區 在東北部會有短暫雨 至於中南部是多雲時勤 明天下午冷空氣南下 氣溫也會慢慢的降下來 那很多朋友都在規劃 青年連假有四天 那相關的天氣要怎麼樣 來安排出遊的這個狀況呢 電鈴來看到的是 星期六會有另一波的水氣移入 所以從中部以北會有短暫的雨 那慢慢的往南擴展到週日 整個臺溫都會是在降雨的範圍當內 所以週末天氣感覺是是涼涼的 尤其週五晚間到週六清晨 低溫可能來到十三到十四度左右 週一開始溫度才會慢慢的回升 最後來看到的是明天的天氣狀況 北部地區基隆降雨機率來到九十趴左右 就記得要帶傘 中部地區都於稻晴天氣狀況還不錯 南部地區也是多餘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東部地區迎風面降雨機率增加 外島地區低溫來到十六度 明天天氣會轉涼提醒您出門要多加一步